像這種牙科的鳥的聲音不好聽 可是呢,牠又很紮實 如果你們有望遠鏡,你們可以仔細看牠嘴巴 哇,跳下來 就是常常我們在樹林裡面常常會聽到那嘎嘎嘎的聲音 就是這種,就是這種鳥 讓清靈老師看拍不拍得到 好,來,小朋友跟我們的爸爸媽媽,我們來看這邊 我們介紹這班鳥齁 清靈老師所認識的鳥裡面呢,我認為班鳥這些,像這個紅鳥這些 我覺得牠竹槽,我覺得能力是比較差的 先前呢,我在南部服務的時候,有一次就找那個鳥會的人說 我跟你講喔,這個有班鳥都來我們工廠偷東西 啊,牠是什麼工廠? 牠的工廠是東粉的工廠 啊,去偷東粉幹嘛? 沒有啦,沒有啦,乾乾的東粉不好吃對不對 喔,竹槽用 牠就竹槽,牠就拿去竹槽 啊,你們看到,你們看到這個,這個班鳥,竹槽,拿東粉去竹槽 你們心裡有什麼想法? 好奇怪 好奇怪對不對 可是,清光老師覺得有點難過 為什麼有點難過 因為清光老師想,哇,那下雨怎麼辦 啊,後來會下雨,下雨 清光老師也去看了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看過那個東粉煮湯完的那個感覺 啊,就掉在地上 啊,後來呢,我們也有看過說 他去找那個鐵絲竹槽 這樣 我們看的也很難過 其實就代表我們一程度就是 他其實這個環境 欸,靠近什麼 他就用那個來竹槽 那當然有個題外話 題外話 啊,因為我先前我在嘉儀 啊,後來又有人跑去找那個鳥慧老師說 因為我們那個鄉家的偶像 我們的塞那內衣內褲,我們都塞在門外面這樣 啊,後來他說他們家的那個內衣內褲被偷走這樣 啊,後來我們就去追啊 就追什麼鳥,台灣南雀 啊,就全部偷這樣 懂我意思 對對,懂我意思 他不是就偷衣家而已 連內衣內褲都偷走這樣 啊,後來我們就看 我又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應該難過什麼 我們就看那個草非常堅固 為什麼 鋼骨結構對不對 我們的衣家這樣 啊,當然上面就 當然就會有一些其他的顏色 因為我們的內衣內褲這樣 啊,原來就是我們台灣南雀 發掘好東西 材質好對不對 又有鋼骨結構 就把它偷走 但是我說 因為我們人為的這些 啊,這個製造一些東西 我覺得我們的動物也開始在學習 喔 像先年我看過最慘的是 我曾經看過有那個蜂巢 蜂巢 裡面有什麼材質 我們的免洗塊有沒有 那個塑膠 還有什麼蜜蜂會用那個去除草 我個人的理解 防疫 嗯 但是 代表的是我們這些垃圾是不是太多了 已經都被我們這些生物拿來煮草 當然這是一種進化 但是 你知道那個塑化劇 我覺得對這個動植物其實都沒有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就是 鳥類已經開始跟人很接近了 開始用一些我們人為的這個構造 來煮我們的這個草巢 好 那再來我們就 就